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着圣灵感应 由童征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雕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刚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这是使徒信经 开头的几句话 可能坐在这里 大部分的人 就算不懂背 听起来都觉得非常耳熟 但是我想问一下 这几句的句子 其实对你 今天的生活形态 影响有多大 我先告达 其实在以前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 我那时候教会每个礼拜都要背一次使徒信经 但是你问我真的不是有很多的感觉 特别的困难是去到耶稣復活之后 就是那几句 我是觉得 我完全感受不到 耶稣復活其实对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的信仰 那时候我可以这样形容的就是 我卡在十字架上 我的印象很深就是 耶稣为我的罪受苦受死 所以看到上个礼拜 那个耶稣受苦的过程 盯上十字架的过程 其实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哭 我很感动 竟然耶稣会为我这个这样的人去写生活 但是之后呢 耶稣的復活又如何呢 耶稣死了 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復活 其实这句话对于今时今日 我们这一帮的基督徒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估计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个困难的 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心里面 我们心底里我们的信仰 就是卡在十字架上 我们记得耶稣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的罪受死 我们记得这个十字架的重要意义 但是他的復活是另外一件事 是我们头脑上面 我们知道耶稣復活了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感受不了 耶稣战胜死亡 其实有多意义有多重大呢 我们对于耶稣的復活 好像是一个感觉 那个是说的永生 一个永生的英 他是说的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又好像和我今天的生活 不是有什么的关系 于是復活和永生的应许 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停留在未来 停留在我们头脑的一个概念上 但是有没有想过呢 这样的一个信仰生命是会怎样的呢 试想像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復活这件事 其实这个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没有了復活 就是说我们不会有永生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活着忙着这一切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 于是乎你就会听到一些人这样说 事实上我也听过很多人这样跟我说 他说其实到最后 反正都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死了 那就一了八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的了 什么都不会留下的了 其实我今天这么紧张做什么呢 我不如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开开心心 吃喝玩乐一下 那就挺好 如果你想真的 那也是 如果没有復活的话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 其实去到我们死亡那一刻 就会是尽头了 那其实我们的努力都会变得没有意义的 那么努力做什么呢 是不是 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保罗当年就这样曾经挑战过哥林多教会 他说 弟兄姊妹 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復活的话 那我们做什么 现在这一刻 我们要时刻去冒险呢 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我每一天 我就是冒着那个死亡的机会 这个呢 就是我们凭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括口那些东西呢 我们冒着我们的死亡去和耶稣搏斗 去做这么多的事 打这么多的仗 如果这些事只是单凭人的意义来看 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那做什么呢 如果没有永生 如果一切就在你死亡的一刻终结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 连条命都摆上为了耶稣基督 为了他说的天国的缘故去作战呢 这一切其实都毫无意义的 如果死人不会復活 我们不就嘻嘻喝喝吧 因为反正我们明天都死了 这个其实原来不是今天的人说的 以前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人不会有復活 就不会有永恒 那我们不就和其他人一样 饮饭吃吃 享受世界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留意过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真的这样生活 我们 基督徒 我们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就和永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仍然在关心什么呢 我们仍然在关心我们工作 我们今天的工作如何 我们明年的工作会如何 有没有花红 我们紧张我们的收入 我们紧张我们一年要赚多少钱 交多少的税 其实退税有多少 拿到退税之后怎么用 我们会关心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饮食的消选 我们会留意一下 其实今年Black Friday 或者接下来的Boxing Day 哪里有大碰减价 哪里最强 iPhone什么时候出新款 我们会留意一下 我们会留意下哪里 Richmond开了一些新的餐厅 很好吃 很好吃 review不错 没试过 不如去试一下 你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会留意一下 吃一些好东西 这个是我的娱乐 我们会关心我们的生活的享受 我们将我们一年所有的心思思想想想想 今年究竟和家人去哪里 渡多少次的 今年究竟搭哪一条游轮 究竟我今年去阿拉斯加 我还是去夏威夷 我们计划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搬大屋 开了挺好的车 但是你看清楚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与不信基督的人 与不是基督徒的人 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分别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虽然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脑里面 我们知道耶稣復活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永生的盼望 一个永生的应许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想过 其实復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们的生活 其实和无信基督的人 是一样的 大兄姐妹 于是今天我想问 到底復活 耶稣基督的復活 和我们今天的生活 其实有着什么关系呢 不同的神学家 都曾经说过一些类似的说话 他说 让我认识认识认识 相比在那个永恒里面 一望无际 你和神同在的生命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生活是很短暂的 我不管你活到八十岁也好 你活到一百岁也好 相比于永恒无尽的岁月 相比于永恒无尽的岁月 其实都只是眨眼就没了 就过了 是非常非常之短 但是 这个很短很短的岁月 其实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今天每次做的一件事 我们每次做的一件事 其实都有着一份永恒的价值 我们都在为永恒做一份预备 而很多时候 我会这样想的就是 我觉得人的心里面 其实我们是一个机制 好像神一早放下了一个机制 就是什么呢 我们会望着我们未来的目标 去决定我们今天 我们究竟要怎么生活 我们望着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很想他日后 有所成 他读书不用担心 于是一个好的父母会怎么做 我今天就为他十年二十年后 搞一个教育基金 我望着我的退休生活 我盼望我的退休生活 是可以无后顾之忧 去做我想做的事 于是 我今年可能说三四十岁 我就为我三十四十岁之后 的退休生活 去做好投资 去做好储蓄 我相信这个人是好 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机制 叫我们懂得 其实当我们望着 未来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懂得去决定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向 我们今天的生活形态 而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知道原来 我们的生命 不是停于在死亡那一刻 而是进去永恒 在神的国之中的时候 当我们的未来的一个高 是与神同在的时候 我今天 我会知道我要做好一些什么的准备 但是 那我真的可以怎么去做好这个准备呢 我们有没有问过就是 如果 我的人生其实不是我死亡那一刻 而是我还有一个永生 我还有一个很长很长 与神同在的未来的话 那我今天 应该怎么去做好一个的准备呢 我去想 那就要看永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想的是 我会这样去形容 这个永生的应许里面 包含着一个很大的恩典 还有一个 我们很多人想都没有想过 或者不敢去想的位分 以我们本身的状态 其实你问 我们没有什么是配得起 得一份的永生 我们没有什么是配得起 你更加不要说是一个的遗份 什么遗份呢 而我们可以配得上做些什么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竟然为我们带来这个永生的应许里面 其实原来是一个应许 和神给了一个位分我们 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 我们会看到耶稣说的复活 是和德性所带来的那份的永生 其实当中包含着一个 切头切尾改变人本质的重大恩典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 他这样写 他说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 末后的亚当指的当然是耶稣基督 于是他说 第一个亚当有生命的活人 就是说神所创造的这个活人 但是末后的亚当 他不止自己活 他还要为人带来生命 他是一个使人得真正生命的灵 于是乎 第一个人是出于地 他就是熟土的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那熟土的怎样 那熟土的怎样 所有熟土的也都怎样 熟天的怎样 所有熟天的也都怎样 我们既有了熟土的形象 将来也必有熟天的形象 这一段很吵架的 又熟地又熟天又熟土 你说什么呢 其实保罗是说什么呢 因着耶稣基督 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的本质 已经不再一样 我们原本和亚当一样是熟土的 什么是熟土呢 熟土的生命是一种 适者生存的生命 是一种脆弱的生命 是一个被罪所捆缩的状态 所有熟天的东西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属于永恒的东西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永恒 于是顺利成章地 一个人会关心什么呢 眼前的东西 眼前所有跟我这一刻的生存有关的事 于是我们关心财富 我们关心享受 我们关心消费 但是当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复活改变了这一件事 他说熟天是怎样 其实他说所有熟天的人都是怎样 说的是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 有一份熟天的生命进入了我们里面 叫我们有着和耶稣一样的特质 成为所谓的熟天的人 就是说由你跟随耶稣那一刻开始 其实你已经有了 你不用等的 你已经有那份熟天的生命的特质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状态 一方面你有住阿当的生命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仍然脆弱 你仍然有某些的限制 你仍然有一些东西 你是会好像被局促住 但是另外一方面 耶稣的灵 赐了你一份熟天的质素 于是有一天 有一天 当我们的生命不断更新的时候 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们会完全有着耶稣基督的熟天的形象 我们会有着祂这个特质 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不需要被罪所捆锁 我们同样一样可以说 我们和耶稣一起战胜生 死亡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拥有这一份生命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好 这个是神自己给我们的恩典 自己给我们的一份诗语 但是在耶稣复活的同时 在那一刻 你不需要再被死亡 再被你那个旧我 那个生命所困所住 因为耶稣 因为神自己 他决定将一份与别不同的生命 先给你 当生命的本质改变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生命上 应该有很多东西 你是顺理成章 还是会有相应的改变的 于是Eugene Peterson 在The Message 他这样去演绎 他说 So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have worked from our earthly origins Let's embrace our heavenly end 他说什么呢 既然你有这份属天的生命 其实你就由你现在这个状态 你一直迈向 努力地迈向属天的生命 去embrace 去拥抱 去迈向 去进入那一份属天的生命里面 那份永恒的生命里面 去圆圆全全 去承受着耶稣基督 那个样式 The heavenly end 你一定会去到 但是你就要由今天这一道 你去迈向他那一道 迈向属天那一个的位置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一份的位佛 这个质素这么重要呢 因为原来好戏在后头 神预备了一个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位份 给你 给我 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神预备了一样 你以前可能不敢想 或者没想过 或者想象不到 耶稣他经常说天国 他用不同的方式 去描述天国的情况 给人知道 他说有一天 我们会和他同进天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天国 你有份的 你是有份的 有份不是说 你只是住在里面 而是耶稣那个天国 你有份的 你明白吗 有份是不同的 就好像你上一份工 你上那间公司 你是一个员工 跟你是一个股东 是很不一样的 你一个员工 别人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是不是 你是一个股东的话 那我就想象 有一些东西 你是有份去参与 有份去一起 去做决定 有份去一起 去努力的 这里是说一个 这样的位份 保罗都在一篇所书 他说 那凭着自己 只以所计划 而行万事的 按着他 预先所安排的 预定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得基业 所有有着 耶稣基督 那份属天生命的人 在永恒里面 是预了 会承受神的基业 神的基业是什么 神的国 因为耶稣的复活 我们不单止 住在神的国里面 我不单止 住在天国里面 而是我们要 跟耶稣一起 去承受 去继承这个天国 这个天国 你有份的 我们会跟耶稣 一起得胜 一起作王 试问在耶稣复活之前 谁敢想 但是我们 在耶稣复活里面 我们承受的永恒 原来神预留了一个 这么尊贵的位置 给我们 于是有人这样 去形容福音 他说那个关键 就在耶稣的复活里面 神学家Anti Wright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 其实耶稣的复活 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向这个世界 去展示天国的真实 在此时此刻 已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的复活 是要宣告神的新世界 已经是由耶稣开始 揭开了罪膜 对人的好消息是 你已经被邀请 在这个新世界里面 你有份啊 有没有想象过 你在耶稣国里面有份呢 和耶稣一起作王 那个生活究竟 是怎么样的呢 曾经有人跟我这样说过 我不知道他说笑还是讲真 他说我不想去天国 我说什么事 为什么呢 他说很闷的 你想想每天 我的生活就是读经 敬拜 祈祷 好像有些无所事事 会不会很闷呢 但是 但是如果你听清楚 保罗讲的说话 神的所谓人所预备的 不是这种无所事事 行人的样式 他叫我们一同和耶稣 承受这个基业 和耶稣一同作王 一同承受这个神的位分 有少少像我们说 好像做了皇帝 不过真正的皇帝 其实不是一美等人服侍的 而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国家里面 有多少大小事务 都是需要皇帝 去管理 去决定 我刚才呢 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就问一下 这个世界上 中国里面 最劲力的皇帝 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于是我就发觉 原来皇帝真的不容易做的 所谓日里曼基是真的 其中一个皇帝 他叫雍正 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了 他是一个清朝的皇帝 原来他做皇帝 其实十二年左右 就不是很长的 你们猜一下 他一天睡多少觉呢 原来他每天 那些历史学家说 他平均只是睡四个钟 哇 四个钟 我真的 我睡六个钟 我都还睡 你睡四个钟 OK 于是接着他每年 其实放了多少假呢 哇 皇帝 不是不用休吗 不是不用做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对不对 原来记录是 他每一年的年假 只有一天 就是他生日那天 真的年中无休 因为他真的有很多事 要去做决定 有很多事情去管理 他要为这个国家 为他的人民的好处 去着想 去想很多事情 于是乎你就会想 其实做一个皇帝 这么容易 我学做一个皇帝 那我当然要长时间地 浸淫在这个环境里面 于是乎对于一个太子 其实他要学很多东西 太子即是就来 继承做皇帝的那个 他常常都要跟着爸爸去学 其实一个皇帝是怎么想的呢 他怎么计划的呢 他思考方式是怎么的呢 他怎么处理事务的呢 他背后想的每一个部署 他的动机是怎么的呢 他的心肠是怎么的呢 而且开始要参与 在一些小一点的事务上的 一些的决定 一些的管理 于是我就会问 天国 那个皇 我们那位的天父 其实他国界的国境 不单只是一个小国家 而是说这个宇宙万物是他 这个大自然是他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每一段的人际关系 都是属于他国境里面的范围 而这一切 其实都在神自己的掌管 那个管理的底下 而因着耶稣基督的復活 神将这些事务托管 交托给耶稣 和一切属他的子民 属他的子民 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你和我在这个职责上 原来我们要和神一起 去参与去管理大地 这个是我们未来 是有着一个就是这么重要 这么重要的位分 那么问题就是 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今天 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学 怎么样跟随着天父的心肠 去管理大地呢 我是不是要开始去想一下 我以后要 我今天要怎么样活好 去预备 那个以后这么重要的位分 去了解天父的心肠 去练习 去学 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 去看管祂交托给我的一切呢 我们究竟这一刻 有没有好好地 按照这些天父的心肠 去过我们的生活 去照顾祂交托给我们 这个世界 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肠 和祂的交托 去看顾我们身边的一切资源 神摆在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过呢 当你看到神原来是叫你 在天国里面有份的时候 祂不是叫你做一个居民 这么简单 其实你当中要有份去参与 有那份作王 那份的心肠在里面 天父的心肠在里面 话说我以前有个很好的老板 我没有打算做老板 但是他打算再陪我 于是他有一次跟我聊天 他说 你知不知道 做一个老板 跟你立心做一个伙计 心态是很不同的 我常常都以为他很坦 不是的 他说 做老板 其实他每天放很多时间 在公司上面 放很多心力 在公司上面 他不单止在担心 那一年他的公司是否赚钱 还有里面的人 所以他做每一个决定 他都会想的 就是我今天做一个决定 其实我不单止在影响生意 我正在影响一个员工 影响他员工的家庭 其实今晚或者明年 生活状态会怎么样 有没有犯开 于是他说 当你以一个老板的心肠去看 你就会发觉 你的责任是重了 你是会上心了 于是当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天 其实会和耶稣一重作王的时候 我们今天怎样 看神托管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上心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有份 当我们看到我们 是和天国有份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对天国的事情 更加紧张 更加上心 有一份的责任 我们会想多一些 想多一步 因为这些是神 很尊贵地 很特别地 拣选去交托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会想这些事情 变得更好 于是当你看到神 交托这个地球给你的时候 你想地球变得更好的话 那我就会问 究竟我今天 是只是拿尽大自然 给我的一切 还是我会好好保护它 令它变得更好 我去管理 我去保护我的大自然 又或者说近一点 你看到今天神 交托了列治民这个社区 给我们 那究竟我今天 对于社区所发生的事 有多着紧呢 如果我看到 这个是天赋给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着紧 我们希望这个社区变得更好 而不是对于社区里面 发生的人和事 不民不民呢 我们今天 究竟有没有 为我们的未来 作好准备呢 当我们认真去看复活 去看永生 去看这个恩典 去看这个慰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天 就需要去操练永恒 去认定 当耶稣 由死女复活那一刻 祂给了一个永生的应许给我们 不是等到我们过了身之后 是今天开始 我今天开始就要开始 为我的未来去操练 为我的未来去预备 又或者 可能我们很多人过去 就是 当我们做一件事 总有决定 我们衡量的 我们看的 我们怎么决定 放多少的时间 精神 人力 物力 在一件事上 我们考虑的可能 可能是一个即时 或者短期的回报 可能说 五年后 我会怎样呢 十年后 我赚到多少呢 但是操练永恒说的是 我考虑这件事 对于神的国度来说 其实有什么价值呢 到底这件事 可以为神的国 为祂的子民 为祂所关心 所爱的东西 带来多大的好处呢 假如 你一年 可能 你一年有365日 每日有24小时 那我就会问 究竟如果我今天 有一个小时 我用这个小时 多了一些 我所谓的空闲时间 究竟我用它来 播一套剧 令我开心 一个小时 还是我投资 这个小时 去让我们的邻居 需要帮助 我周围的人 需要帮助 有一些事情 需要关心 我投资在那些事上 会对天国 更加有好处呢 到底 又说 我们今天花钱 我们有钱可以花 先祝福我们 给我们很多的资源 给我们有财富上面充足 究竟我会将这些财富 去买多一辆豪华靓车 还是让我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让人感觉有型一些 还是 我会将同样的钱 花在他的事工上面 他的国度里面 他的工作里面 又或者他所关心的一些 在战乱国家 那些孤儿上面 哪一样对神看来 更加宝贵呢 神的应许是 当你的生命 以永恒去渡航的时候 当你为天国 去不断地付出的时候 你是不会失望的 就好像保罗去鼓励 哥林多人的人 他说 你知道世界一切都是短暂 所有呢 你很treasure 你很珍惜那些东西 都会完 一套剧 一个小时之后 就会完 过多十五分钟 你不记得了他说什么了 你一辆车 银五年十年 他会变舊 到时你不会觉得他有型的了 于是所有东西 就给人一个感觉 是会徒劳武功 于是你就更加应该将你有限的时间 去投资在永恒的身上 所以保罗他这样说 他说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不要坚固 你们不要动摇 你们常常揭力多作主公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们今天的辛努 在神里面 在主里面 不是徒然 听起来 我觉得 可能 有点难明白 或者我们用 this message的演绎 他说 with all this going for us my dear dear friends stand your ground and don't hold back throw yourself into the work of the master confidence that nothing nothing you do for him is a waste of time or effort 就是你既然知道 其实神已经 主耶稣已经为你复活 他已经在永恒里面 预留了一个 很尊贵的位分给你 你有着永生的盼望的话 所以 我心里面 非常非常痛爱的朋友 你们要坚持 真的要坚持 坚持走在永恒里面 走向永恒 你不要经常都 我很喜欢这句 don't hold back 我会怎么译呢 你不要常常都 就着就着 你不要常常都 想着 左想着 又猶而不决 你不要常常都 hold住 hold住 不愿意走上去 你就全程投入 throw yourself into the work throw yourself 分身下去 你就分身下去 神的工作里面 因为你要相信一样东西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会过去 都会变得徒劳无功 但是你今天 为着神的国所 所做的这一切事 这一切事 都不会浪费 都不会是徒险的 都不会是浪费你时间 这一切事 将会留到永恒 可能你今天觉得 为神摆上 我投放这么多 我躺身下去 给教会 很冒险而已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伤害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回报 保罗说什么呢 你一定不会徒险的 你所投放的一切 一定不会很徒险 可能你又会想 我已经很忙 我还要拿时间去帮人 其实我想休息 我想享受 我想吃好东西 但无端端去帮人 很无畏 好像在浪费我的时间 保罗说什么呢 不要浪费时间 你在神里面所做的一切事 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全部都是值的 在天国里面有着价值 于是从今天开始 不如我们将我们的眼光 一起放软一点 好吗 人生的终结 不是子大女大 人生的终点 不是退休的生活 人生的终点 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在神国里面 你可以有着一份的永恒 你的生命可以变得不再一样 在那里 你与主同在 你与祂一切作和 让那份的永恒 那份的盼望 去试试主导你今天的生活 看着那个永恒 去再一次去调教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向 因着记住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神给了一个很珍贵的应许给我们 叫我们有永生 有永生的盼望 叫我们在黑暗里面得胜 胜过罪 胜过死亡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不是那一个脆弱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耶稣 我们的未来的终点 是说与耶稣一同作往 就会因着这些盼望 叫我们在今天 一同去操练永恒 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生活 其实有些什么 需要再一次被调整 再一次被调教 可以叫我们 在永恒里面 得到一份荣耀 与耶稣同享的荣耀 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 去学一些东西 就是开始去学问自己一些问题 而且是每天 去问自己一些问题 就是当你每天回到家 看完那天应该要看的东西 试下每晚在睡觉之前 去找一段的时间 可能是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 去问自己 究竟我今天做了什么 究竟我今天做的事 有多少是有永恒的意义 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 有多少可以留到永恒 撇除了所有生活所需 就是那些洗面擦牙 吃饭睡觉之外 我的人生里面 我今天的生活 这些二十四小时里面 其实我用了多少个小时 去做一些 具有永恒意义的事 我有没有做过一些事 是照顾神的殿 照顾你自己 在神里面的荣耀 那份的成长 让神转化你的生命 去摆上为教会 去出力 为神的努力 去摆上 今天我做过多少事 是在生命上 去见证过神 神交托了什么给你 金钱 时间 家庭 同事 弟兄姊妹 我做过多少事 去围着这些人 叫他们的生命 欣赏我 欣赏耶稣基督 得到好处 说到底 在我心里面 今天我最着急的事 是我有多少事 是真的可以留到永恒 有着永恒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当我知道 我生命有着永恒的价值 我今天所做的事 一切是为着 我的永恒做预备的话 那我今天的生活模式 有什么需要被改变 被调教呢 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习惯 你需要放下的呢 譬如一些阻碍你 去认识神 去认识他心肠的习惯呢 有没有 电话 社交媒体 剧集 游戏 财经新闻 或者 一些 你很执着 在暗地里 你很坚持 你说 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 我不愿意放下 但是其实这件事 正正就是这件事 令到我没有办法 去亲近上帝 去认识 我这一位 万皇之王 他的心肠 有没有一些东西 我要开始学 开始做 而且坚持去做的呢 有没有呢 有没有 譬如 有没有一些人 我要学习多一点的关心 有没有一些事 我要学习 更大胆地去摆上 有没有一些事情 我需要学习 放自己 into it 分身 去做 义无反顾地去做 去坚持 而这一切 的起头 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福活 给我们一个永生 这个应许 里面所包含的 一份的恩典 一个的胃份 叫我们一起在今天 就去努力地 去操练永恒 等于姐妹 让我们一起 有一个 祷告 安静的时间 我会先有一段 安静的时间 给大家 去问 其实 耶稣的福活 那份永恒 永生的应许 对我有什么意义 问回自己 但我今天 在看着什么 我的家庭 我的生意 我的工作 一些娱乐 一些的应酬 这些事 在永恒里面 看回 价值在哪里 我们可以学 如何学 把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心 再一次 放在 耶稣的福活里面 我们一同的 祷告 在这个福音里面的核心 是一份叫人震撼 叫世界所震撼的神迹 耶稣的降生 耶稣的福活 主要多谢你 叫我们的生命 不再一样 叫我们可以 承受天国 一份的恩典 一个的胃分 主要求你 你帮助我们 凭着这个 永恒的血 凭着这个 大牧人耶稣 他从死女 福活 就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 在善事上面 可以成全 成全我们 好叫我们 能够 进行神的旨意 借着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行神所起源 圆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